他姐姐然后有一个网站 相当于代购的那种的 但是如果要买这个网站的话 需要八千块钱 然后他就和我拿了一万块钱 我给他了 当时我爸就觉得说 这个钱肯定是他花了 他干不了事 他回了东盛也就他们家那 然后和他妈妈然后生气了 他爸爸也知道 他又和他妈生气了 然后就想出去 然后说一说他 但是他当时应该正在赌博吧 他爸然后看着更来气 然后就打了他几下 他就因为这个生气 然后就走北京了 他就出去玩去了 晚上我十点给他打电话 手机关机 走了有十来天 然后他回来了 我没搭理他 你心里怎么看他 我觉得他太任性了 拿钱然后就走了 也不说一声他到底有事没事 那个网站的那个事他钱花了 可是这一点不正好印证了你爸爸前面说的 他不看好他就是因为这些方面 我觉得这可以改变 我妈然后就说 还有我爸也说了 因为当时就想到会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说花也就花了 然后但是还得要看以后吧 尽量给一个机会 新婚不久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小王内心很失落 但之前一直不看好这段婚姻的父亲 反倒觉得女婿年轻 行为不够成熟 也可以理解 劝女儿再给女婿一个机会 今后的女婿能够改掉任性的毛病 安安心心地过日子吗 没想到的是 短短几个月过后 小王丈夫做了一件更过分的事情 最后一次吵架 然后她带钱走了 又带钱走了 对 为什么吵架 之前的话就是我俩生气的话 也就是一些小矛盾吧 刚开始开店 我俩存了点钱 因为要装修嘛 我俩又没有多余的钱 就想把这部分钱然后取出来 但是我爸当时 觉得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吧 然后这钱如果提前取出来的话 利息会白白地浪费 然后她就说 你需要多少钱我先拿给你 我爸给我拿了两万 我妈然后给我花了一万五吧 一共是三万五 我打算这部分钱的话 是给我爸我妈的 应该用你们自己那个钱 还给你爸吗 对对对 然后我们自己挣 然后结果她自己拿钱走了 她知道在这个店的事情上面 你爸爸和你妈妈 有替你出钱吗 有 她在 她一直在 她在这种情况下 还是把这个钱拿走了 对 走了一个月左右吧 她回来了 又回到她妈那了 然后我一直在店里面 将近三个月吧 然后她十一月份 然后来了一次 她爸 她妈 她姑姑姑父 姨父 然后来找我 就离开你三个月 没有回来找你 对 这三个月 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挺寒心的吧 也不顾我的死活 因为我房子到期 提前转租的 过了两三个月的话 房子到期 我会交房租的 但是我手里面没有钱 对她 也是没有把我任何话想吧 就这种想的